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他是会坚持自己 还是会依旧听从妈妈的意见 这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经过我刚才的一系列的描述 各位已经知道他是谁了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基本资料 男嘉宾的走舞要求 一 身材小巧玲珑 长相清秀 二 心地善良 勤俭持家 工作稳定 但是我看今天没带妈妈来 今天我妈妈有事出去玩了 老年人生活比较丰富 跟他们那些老年人出去玩去了 所以说他来不到 今天我就把我的朋友 这是我的兄弟我把带过来 那是不是不意不让妈妈来用 也不是不让我妈妈来 基本上像我们年轻的事情 让我们年轻人自己来解决 而且近期你是第二次来 反正你都起了 真的就那么急迫吗 就要找一个另一半 现在我们年龄也不小了 我现在也差不多是32岁33了马上 年龄不小了 该成家了 有句话是怎么说的 男人是三十而立 我现在我三十了 我现在还是孤家寡的一个 像我这边我身边的朋友的话 我们身边的朋友这种年龄的话 基本上别人的孩子都有十岁了 所以说我们要加急 那你今天来之前 妈妈有没有比如说电话里 或者当面跟你说一下 我跟你说 你一定要能够能够找个哪种 其实我在出来之前 我今天跟我妈妈我说了一下 她说这个感情的事情 她说首先你要自己去看 她说他们只是给我提个建议 她并不是想干涉我的我的事情 所以说我今天我过来 我要坚持自己的意见 来看看我是否今天的女嘉宾 是不是我心里面想找到这种 所以说今天带着兄弟回来 所以说今天带我兄弟过来 兄弟回结婚没的吗 没有没有 我也是单身 那你单身你来给他当什么参谋 我给他作为 给他作为 你觉得你们那个兄弟后 优点还是给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 再说一说 我那个兄弟后人很好 事业有成 你看都是成功人士的标本 在那个节目当中 找到他的心满意志的女朋友 你上次我都还记得 你跟女嘉宾见面的时候 你用了一个什么电影台词 是吧 人家众多的我们的观众都说 李格朗木尔好有理哦 你今天来是要去游还是依旧要保持这样的艺术细胞 我行我素 我要坚持我自己 我不可能就是说别人不认同我的意见 我就不去做了 是吧 我还是要做我自己 那今天这个见面方式也就定了用 定了 可以定 还是用这个电影台词 今天可以不用电影台词 但是可以有其他的一种 是诗词也不是诗词吧 但是就是带一点那种柔情绵绵的情况 你跟我说一会儿 我刚刚我刚刚想到 不要我先看一下我的词 要得 昨天就准备去了吗 还是刚才还准备去了吗 没有 刚刚临时想到 我论得多 没有 这是我已经改的 这是我以前爱好就是说 我是影视发射友 爱好在影视这块儿 所以说把影视里面台词自己来改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游戏 我是情感观察员飞桃 男嘉宾上次来过节目的 上次由于他对这个喜剧电影的热爱 有一些桥段的表演 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点有腻 那么男嘉宾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 提出的相亲要求是 希望对方小巧玲珑一点 大家记住这个点 他自己说的小巧玲珑 颜值上要过得去 温柔持架 没问题 我们今天找来的女嘉宾 从这些点上来说 肯定是符合你的要求的 那么今天的相亲走向会怎么样呢 我们一起来看下去 有了上次的相亲经历后 我们更加明确男嘉宾对于另一半的要求 于是我们为他在会员资料库里 仔细筛选了几位 符合他要求的女嘉宾 并最终确定了一位合适的女嘉宾 大家好 我叫罗敏 今天33岁 目前住在玉别区加州那边 然后是从事的化为了工作 身高的话是155 然后月薪的话是3500到4000不等 本期战友女嘉宾 罗明33岁 身高1米55 职业划5元 月收入3500到4000元 婚姻状况离异5小孩 原来是罗女士 罗女士之前参加过一次我们凡人游戏节目 在上一次的相亲中 他和一位年龄40 身高1米55 数控机电工人的詹先生相亲 最终因为一些生活习惯和兴趣爱好的不一致 而最终牵手失败 那上次也来过节目的嘛 然后没有介绍那个男朋友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 兴趣爱好不到一堆 第二个原因的话是 他抽烟他不介绍我抽烟 所以的话我就男女平等嘛 那一点我不太欣赏 所以就没有选择个男嘉宾 最后要求的话 目前因为太大的改变 都是女儿抽烟嘛 首先我也盖不到 首先你要接受 都是要有 工作会一定收入 起妈妈的其他房子嘛 别的话肯定是人品要过关 然后就是兴趣爱好这些要类似 比如说爱运动啊那些 要挺好的营养那些 女嘉宾的走舞要求 一 能接受自己抽烟的习惯 购房的能力 三 人品过关 兴趣爱好相投 好 我们的女生来过节目的 上次也是给我留下的印象 她就是于北辰慧贤 今天要提出批评哈 慧贤 你每次来节目 都是打扮得非常的随意 上一次穿个大T恤 一个这个裤子 整个人身材是六四笔 其实你的外形是条件是非常好的 不然我也不会给你起这样的外号 对吧 但你看你今天这个头发 属于个大光明 大光明头不是每个人都hold得住的呀 这个对五官对皮肤有非常 非常高的考验 今天这个衣服也是 整个人又把自己穿的 这个比例失调 鼓鼓囊囊的 真的你在这个外形的修行上 需要下一点功夫了 不然就白瞎了 我送给你的这个外号了 那么今天的两位见面 那么今天两位见面之后 会有怎样的一些际遇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下去 从女嘉宾的基本情况来看 男嘉宾的要求 女嘉宾基本符合 两人匹配指数90% 你看到没得哪边 穿灰色衣服那位女生戴个黑口罩 看到没得 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怎么样 你看到没得 可以可以 可以 你点黑黑小子 你看 你看 没有没有 我觉得就是完成她的任务 以后我再说 等一下 这样吧 等一下 如果说我们两个一起过去 看女嘉宾还选上谁 谁先过去 他来他找我们 看我们到底今天是谁是男嘉宾 让女嘉宾来猜 你还真是想法 王爷子 你把她选去哪个版本 把她看上我就恭喜她 你就恭喜她 肯定是恭喜她 就是两个一拳头过去 恭喜她 全身就走了 主要是你 你看你怎么样 怎么说 这边戴着口罩 但是我现在也看不清 但是整体来看的话 还是不错 还是可以 还是不错 做好准备没得吗 做好准备 收拾都也 急速收拾都已经摆好了 对 你也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稍后如果选你的时候 你不要慌 然后不能慌 你要为爱勇敢争取 你看 今天我们这个情流团 感觉是今天是做好了 完全的准备来的 那准备好了 我们过去吧 我去吧 走吧 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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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意思就是说 你先挑一个 挑到哪个和是哪个 好 你觉得哪个比较好吗 看起来 第一印象的话 我真的要挑一个 我觉得这个 你觉得他比较好 我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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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皮肤要白一些 皮肤要白一些 你喜欢皮肤白的 是不是 他以为其他 瓜是个皮肤白的 你选不得了 反正皮肤白一些 身高高一些 身高高一些 是 确实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男嘉宾 来做个字我介绍吧 哈哈 哈哈 你说吧 我还是 你先介绍这个 你要介绍这个 你好 我姓刘 名钱 刘钱 刘钱的钱 哈哈 我 他那个名字很有意思 就是你跟他在一起 那个钱是留得下来的 知道我吗 旁边那位 是点儿都不感兴趣 是不是 我做的钱 哦 你看妈妈 没机会得了 但是我就真不正确 嗯 如果有那个计划 再争取 没有机会 如果他兄弟 想把兄弟的钱 哦 想不想 他的表现还是像表现的国家 嗯 好 说说话嘛 你好 我是今天男嘉宾 周学生 嗯 刚刚可能见面呢 我们兄弟可能是 我比我白点 我是黑点点 哈哈 因为我们做的工作是不同 既然来得来了 我们是正确还是谁 刚刚过来说 我给他留来也说是谁 我可以先念个听 至于你喜欢不喜欢 是同样的你在做决定 好 你还轻上唱这 来吧 喝一杯 前路慢慢 且心且珍惜 央花赞美 只是瞬间的绽放 一头的风景 尽收眼底 却迟迟的心里 不能忘怀 评价哈 评价哈 有才 有才哈 反正诗 诗的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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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的诗 开玩笑 这个男嘉宾 我给你先介绍 姓周 你一直都没说过名字 姓周 今年的三四 马三三 是做这个 包工头 这个方面的工作的 每个月这个月 收入很可关 起码有两万 然后是想来到 这个节目当中 想找一个 居家一点的 能够一起 过日子的那种 旅玩的 一路 所以说 因为你在上期节目当中 确实也是 贪图各方面 温温柔柔的 她们她脾气很小 她就是很温柔 跟那两个 和风修雨的两个交谈 喜不喜欢那种 刚刚的说话 脾气让我看她 我看上去 还忍着像我看起来 像在死的 今天这期节目的 男嘉宾的话 她有点文艺法 还会细思的一些 细思的关系 然后她说话 也比较幽默风趣 有点好帅 初次见面 看来女嘉宾 对男嘉宾的印象 还是不错的 但是男嘉宾 却说出了这样的想法 那边我有点不想怒 我还知道 女嘉宾还是可以 我觉得 但是我第一眼看到 那女嘉宾 其实没验人 我感觉到不错 心不想要的 那种女孩子 这是什么觉得 有点不 我不想怒了 我先走了 那干嘛 中午了 你现在不可以吃点东西吗 吃东西 其实说实话 我跟男人家 那样的烟鱼院 没有烟鱼院 没有烟鱼院都不堆 我还能带他去吃东西 所以说我 我准备走了 我也不想怒了 那时候我都先走了 哪里 她说她不想怒了 走了 那说那边呢 才开始啊大哥 其实那个女嘉宾呢 刚刚看到的眼睛 确实对不上烟鱼院 确实不是我心目中想要的 那种 那种就来自 那你想要的是哪种嘛 你不是说要嫌弃娘母亲吗 是嫌弃娘母亲 但是她也我始终看得清 要不就是看得太小狠了 我不是跟你说 那个个小狠的吧 你说可以的吧 是会的 但是我没想到 我第一眼看得清 看得清 看得好小肝儿了 你觉得这个好吗 上一个好吗 那说我觉得上一个 上一个还好多 好多 第一个身高啊 我可想提醒啊 都是很匀成的 那你妈不喜欢的吗 但是从事我妈妈不喜欢她 但是那一块 那种说还是没打到要求 但是我感觉那个的话 你妈应该是行 能了算 我妈喜欢也没用的 那种 但是我一样人来 跟她还没得上 是 能了嘛 兄弟和你做的 这个驴儿怎么样 我觉得还可以啊 但是她的要求太高了 我们那个兄弟和啊 看到没打到她的 心里面的预期要求 你要哪种嘛 你好声你再跟我说一遍 身高要好多的吗 你觉得她个个黑小 行 行嘛嘛 你说差不多一米六五 去嘛要是 一米六 一米六二那些要是 我差不多 我都到一米七了是不是 你至少一米六五 你不能等待太多 你一从一米六到一米六二 再到一米六五 你再多说两句话一米八了 一米八不可能比我高了 我也不会干啥 你也没一米七 我差点点差公分 那你要那个一米六五的话 那跟你两个债比差不多高了是 但是不是相差太远了 这人看着去吧 那个拉得远嘛 没个一米不过去 然后除了那点嘛 你就是你不可能单纯的 因为没个过去 你不想跟没个两个相了是 这是什么 你没得没下 那是没有那种 太大的吓死嘛那种 你觉得太吓死在哪儿吧 嗯 脸上在 脸上哪儿子在 脸上好像有太气 脸上好像有太气 太气 别个那个是错吧 太气那里有长那么多太气 会淡化在线那么多广告 嗯 差点那些服服品那些都要好的是 你就是单纯觉得不好看 过载了 性格方面呢 性格 刚刚性格 我们还没能够接受 你看嘛 你来的车期就要走 那个东西嘛 刚刚才开始 我觉得要了解那个性格 而且最开始 你要接到嘛 我们两个站到那边呢 你时候我就在跟你说 那个女儿性格很好 然后见面的时候 我说她脾气还好 多了解 你车期就要走 你完全不负责任 上一期你都不是这个样子的 上一期你都不是这个样子的 不凡再大一点 有点漂亮 那么我们再了解一下嘛 了解下去嘛 对象分了解一下嘛 对他 了解一下 你给别人一个机会 可以 好嘞 好 男女嘉宾见面了 我们来看一下男嘉宾的表现 今天呢 倒是没有送那种 吊在店上的花了 可是写了一首 又土又厚田的诗 你是如何做到每次都这么 就是很油腻又搞笑的 我真的觉得你的幽默感 用的总是有一点那个量 有一点点猛 虽然我觉得看着有点尴尬 可是女嘉宾觉得没有问题 她觉得很豪华 好有意思 很有幽默感 她满意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今天意味着两人的关系 可以往前走一步 但是呢 男嘉宾这边说 我不要往前走一步 我要退回去了 为什么 她这个时候说 觉得女嘉宾这个个头矮了 不是她想要的类型 大家记得 刚才她说 的另一半是 身材娇小玲珑的 男嘉宾身高 只有一米七还不到 准确说一米六九 那么另一米六九的男生 什么叫娇小玲珑 对你来说 一米五五的女生 就是娇小玲珑 难道你觉得 一米六五的是娇小玲珑吗 一米六五的女生 会觉得你矮了 为什么 因为你跟她 站在一起的话 你们俩 即使在一米六五女生 不穿高跟鞋的情况下 看着都是差不多高的 如果她再穿一点点 有根的鞋 那就更严重了 对吧 所以你呀 对这个鞋 有好大的误解 对于你自己的 这个颜值外形呢 也是 我觉得哈 可能会有过高的估计 因为在我看来 你跟鱼北城会线 就非常的烦卫 你选吃啥子 我 我要看 我不是 其实我平常不 哪个吃那些垃圾食品 但是那一家好像只有 因为他们 那一家的鞋 我全部看了 那一家 全部是小吃吃 全部是小吃 对头 对头 我们走一街看一会儿嘛 要不我们在前面那边看一会儿嘛 要得要得 要酸辣粉 吃酸辣粉 也要酸辣粉 我们先简单先吃点嘛 要得 等会儿我们那边往 我们再次去吃 要得要得 我上次不是上街 我就是想那个烂味 很木辣 没那么兴趣还好的 肯定还会去吃 你平常喜欢看书吗 喜欢干操书吗 我平时我喜欢看电影 所以我喜欢看一些电影经典的 我把经典的台词 我来共激起下来 好 个人再来修改 你喜欢看哪种类型的电影吗 我喜欢看《木里头》 《木里头》 《周星辞》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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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剧片 我平时你喜欢看电影 你平时你除了看电影 还有啥在话 我喜欢运动 选运动 那你除了看电影 你还需要杂质吗 我还需要钓鱼 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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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平时你比如说 你想找那个 基本上的要求是哪种 要求 首先是一定的物质基础 一定的不是说非要很有钱 就是自己买得起房子 然后物质上面 平时生活方面 没得太大的问题 那你建议和父母住在一起吗 有点建议 你这个是要后期和父母住在一起吗 其实我是想父母住近一点 我住近一点 挨到起来可以 你父母来的当然不能不 父母住在下 我也从那事情 哪个走来到外面去 就是 看我们大边就找个地方 大边找个地方 要得 在那还可以啊 环境 小吃地方 你怎么挑的那个地方 环境要好 环境要美 你那时候是什么 那时候是什么朋友 那时候是什么朋友 那时候 我死了 出品吧 我给你讲啊 因为上次想拿来 然后外里还有点 除了我抽烟 他就介意 你介意我 你先讲 你先讲 抽烟呢 我也抽烟 因为那个算 做到我们的那个事业 做到我们那个工程 比如说除去不抽烟 那是我的心灵 今天酒啊 酒肯的事业 但是只能少喝 初期基本上延就好 延大橋就不如無散 是不是 對 我聽前面主持人說 你是不是六分的 對對對 你有沒有玩的 沒得玩的 情感 感情是怎麼回事的 你可以跟我講的嗎 因為初年 然後抓了 因為當時就去結婚嘛 話說在大學畢業 要找工作那些 我們都很熟了 第二個都是我的前夫 他只會出軌 那你啊 你是感情 感情經理嗎 我可能跟你說感情經理 兩段感情 第一段感情是在外地 是因為父母覺得太軟了 我們不覺得太軟了 他父母覺得太軟了 所以說我們都算了 第二個感情 第二個也是你朋友是住野城 但是在很多人眼中來看 住野城的路來不好 所以說那時候父母還會反對 為什麼要算了 那是我的兩段感情經理 比較親父母 當時父母的意見肯定是要挺的 有畢竟嘛 還是我父母是要生我養我嗎 但是我還是要堅持我父母的整理 我覺得 感覺我過來 我說這個可以 始終是我認定了 我肯定是要去住的 父母他只是跟我提點小小意見 跟我爸關都行 我們再一起了 那是和父母一起住呢還是 可以我們過來 出來單獨住 但是必須你父母要近點 要離父母近 你為什麼要離父母近呢 因為父母發生了小病了 生了病了 我能趕著去 我能找到去 如果兩個都跑遠了 父母生病 來不及了 你那邊父母都是在乎的吧 沒有 我爸爸媽媽現在的話在貴州 貴州 嗯 但他們都 我那種不用太擔心吧 女兒吧 嗯 是的 上一學我參加這個過後 很多人評論 他說我很用力 嗯 你有個愛好 嗯 我是 說吧 我都希望把今天的東西展現出來 結果導致他們說我很用力 你見不見你這塊 我不見 我覺得可以啊 還顯得挺有才的 其實你平時 除了看電影那些 孩子做什麼 還有運動還有什麼 有看孩子書啊 看電影我也蠻喜歡的 運動方面嘛 比如說健身啊 起一些啊 然後拳擊掛這些都蠻喜歡的 拳擊掛 那個拳擊掛 我也了解過的拳擊 因為我們那邊 我們朋友那邊 也開了一個拳館 要不我們等一下去拳館那邊 要得要得 可以了 平時我平時我運動 我都是 要不然是跑步的那種 嗯嗯嗯 但是全國呢我們請 要得好嘞好嘞 等下我們可以去看看 好好好 要得 在通過我跟她聊天的當中啊 我感覺這個女嘉賓 她的性格是很溫順 脾氣是很好的 她不去在乎那些有車有房 必須要有車有房的這種 她不是特別物質 或者說這一點 我是比較欣賞她的 男嘉賓的話 在整個聊天過程當中的話 也是比較健康的 也比較就是說 感覺說她還是比較陽光嘛 一個男孩子 然後她還帶我去打拳 她這個興趣還好 和我還比較類似 喜歡打拳啊 運動啊 還有選看電影那些 初步了解之後 男嘉賓對女嘉賓的印象 有所改觀 而女嘉賓也發現了 兩人的共同點 那在接下來的相處中 兩人的感情能否升溫呢 我們強哥強哥那邊的 強哥那些大山 剛好就像這時候 運動啊 江徽啊 也尷尬合適 你可不可以強哥強哥 尷尬太高興了 所以太激動了 所以我們說 強哥今天來是女嘉賓 好 女嘉賓 很漂亮 強哥你之前看到過 她那個耍朋友啊 什麼的 之前還沒有過 因為她以前在我們那兒練過拳 在我們那兒學偶遠 但是之前一直是單身狀態 一直是單身啊 你不要給她打眼符 沒有沒有沒有 你看那個 那個妹妹那麼小一隻啊 她到底適不適合 你就把別人帶到那點兒來 那個打拳呢 她不分人大或人小 只是憑那個是愛好 還有那個憑那個是 一個運動的精神 女嘉賓她需要做啥 這是準備沒有的 她包包啊 那些衣服啊那些 然後把外套脫了 然後把包包放進去 然後一會兒來 我會給你們穿戴一些 簡單的服務去 我們還是進去 我們今天去考一下 好好好 你看那個兄弟活真得好 那你也要準備好 你就不準備 把衣服脫了 衣服脫了 就在兩人 去做準備工作的時候 我們在 男嘉賓的朋友 她的眼中 男嘉賓又是個怎樣的人呢 你跟她是很好的兄弟活 但是我看你剛才在 這個說滿不滿意的時候 感覺欲言又止的 我就想知道一下 你心裡真實的想法 我可以說重新話 你可以可以 完全沒問題 我估計可能要晃 你 我們那個好子兄弟 我想太自然了 應該 估計也是平時的 擔心身體 估計這是搞不成 她平時跟你們相處的時候 她也是那種自來自去的 跟男玩可能還好吧 跟女生也是自來自去的 肯定是平時的擔心身體 你看嘛 她們現在去帶拳頭去的 說一下 你看也是要做這個對大聯繫 是不是 對 我覺得你去全門好子 你就跟她說不要吹腫 或者說就是照顧 被女生的干涉 了得 沒有問題 你做兄弟活嗎 你要出份利益是 好 男嘉賓 好子 你兄弟活有話跟你說 對 親哥 這要憑我們以前的那個 教授去交往的經驗 我給建議一下 你這兒 但是輕點 不要太容易了 不然這兒 這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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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 我有分成的 她就說了 以前都是在給你鋪路 最大的時候 她專門分了一些女生 到那邊來 結果你吹得黑了 馬別吹苦了 本來男生嘛 你本來的女生嘛 重點是不是 你再打起來買相親嘛 今兒 今天嘛 娛樂嘛 運動嘛 要一起 再親眼相嘛 運動要一起 好好強 她平時就很好強嘛 全衣服是對手最大的尊重 是 不分男女 輕點輕點 別給她過日了 是不是 要她吹得別在旁邊 哇哩哩哭 要她全部過來 奶茶都買不飲 好了不 好得好 準備好沒了嗎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準備開出對吧 準備開出 來 好吧去吧 謝謝 那經過提醒後 男嘉賓的表現又會如何呢 女嘉賓啊你看 這個對抗馬上就要開始了 開始之前 站在這個拳擊台上 是不是也要說兩句狠話 嗯 我說的我們女玩的話 還是幹那些還是可以 一定要把男玩比下去 把他打趴下 要得好 這是你的狠話 好 潘嘉賓到你了 別個女嘉賓那邊 都說了狠話了 我看你這個傑傲不順的表情 目空一切 剛才強哥哥的話 說的話全部都忘了 是不是 我想說呢 啊 比賽第一 有一點冷 上了戰場 用一切的方法把對手打倒 你確定 確定 這個是女玩哦 上了戰場 很難的 好嘞哈 開工沒得回頭見哦 這個事 沒得是 好嘞哈 你今天確實不是來鄉親的 好 做好準備沒有的嗎 做好了準備 來吧 然後在練習過程當中 他太矯正了我覺得 然後打得非常沒走 所以我覺得這種 在生活中出去 會比較累一些 因為他動不動當針 動不動當針 有點像 開不去玩笑 感覺了吧 有沒有平和下來一點 有有有 現在說話都平穩了 剛才看你在台上的時候 跟男嘉賓對打的時候 你那個表情啊 好嚴肅啊 咋回事 我覺得他打得很勇烈 所以我想也很勇烈地打 我感覺 而且他在多的時候 應該說他在打我 他扶手嘛 他就是能夠成績的心 最多稍微能夠弄弄 還是嘛 但他不是 他只能弄的 還給你主動上勁 對 那你是覺得這不滿意還是 不太滿意吧 我覺得沒得讓他 身世豐足的 本來就是一個 就像能一七年那種感覺 也不是真的比賽 大家刷一下 我覺得他太當真了 就感覺這個目的 不是相親了 我明白了啊 但實際上呢 我們換個角度來想啊 男嘉賓這麼做呢 也能體現出他的優點 怎麼呢 他對一件事情啊 他很專注 他在心無旁駕 他覺得我做這個事 比如說我打拳 我就好好打拳 你看剛才在底下的時候 他跟你說話的時候 咱們該相親的時候 咱們就好好相親 他可能是這麼的想法 你是不是想多了 我就不是吧 他是帶我來嘛 對手也是我嘛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都是 大家刷一下的性子嘛 像朋友那樣 刷一下都不要太當真了 他可能是想 讓你感受一下 他這個男性的力量 太大 讓我能可以包袱的咱 力氣太大了 我差不多了 你本來身板就小 我就感覺你打著 打著往後退 對頭對頭 那現在呢 這樣啊 你先緩一緩 你氣兒都還沒喘云 對 坐一坐 我去跟男嘉賓交涉一下 看看他什麼意思 好不好 各位觀眾 就在我們男女嘉賓聊完天 我們覺得他們之間的 印象更好了 男嘉賓終於覺得 女嘉賓不物質很溫柔 好像這個 印象好轉了 可以往下走下去的時候 又來到了該死的互動環節 為什麼是該死的互動環節呢 因為男嘉賓在這個單元裡面 表現出了他不可領域 不可控制的勝負欲 我們都知道有些男嘉賓 來到節目當中 一旦跟女嘉賓開始競技的時候 他們就特別認真 一定要把對方殺個片架不留 可是那些男嘉賓 我覺得他們加起來都不如 男嘉賓今天表現出來的 這個勁 那麼狠 呲牙裂嘴的 那個打女嘉賓的時候 那叫一個用勁 當女嘉賓打他的時候 你就應該是這個姿態 對吧 讓對方來攻擊 你是屬於陪練的 這樣一個角色 但男嘉賓是怎麼樣 我也要打回去 完全不肯輸 這個是戀愛 是相親不是比賽 那麼你在這樣的環境下 這樣的一個場合 最不該表現出 你要贏的樣子的時候 你表現出了這樣的勝負欲 那麼女生就會覺得 你這個人太較真 而且有一股狠勁 會讓女生覺得 非常的沒有安全感 那面對女嘉賓這樣的想法 男嘉賓又會做何解釋呢 我看你在旁邊高高興興的 嘿嘿嘿 感覺打贏了 跟女嘉賓兩個打選的時候 別給你提出了意見 跟她說 你說你打得哪個那麼兇 我做一件事情 我是很認真的 去對待一件事情 比如說我們這個是 叫比賽的部分 我要讓你也不讓你 真正如果到了那個 生死的戰場上面那個 你是讓他對手過後 犧牲的都是你 但是你要想跟哪個在打賽 是不是 你跟他兩個打 我覺得無所謂 你們兩個兩個打得無所謂 打他的話 我可能要用十分的功能 我打到他身上 那意思是說你今天也沒有十分 對 現在我還沒有十分 我只用了五分的功能 然後女嘉賓切磋 你反正那個滿臉都是自豪 我感覺還贏了那種感覺 很遠分的才 行都行才 不行那個缺失 我們是沒辦法得了 哎呀 你真的是 你兩個那麼自然嘛 是自然 是有點自然 但是我不想去 太用那種偽裝的形式 來做任何一件事 我懂了 就是你反正我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別給他兩個 反正必須要適應我 要跟我兩個對得起 反正也不是那個所謂 你現在對那個女兒感覺怎麼樣嗎 那就是來自說 比開始 可能好點了 我二人兄弟 你在旁邊 剛才是全程看他去的 對的 是的 我看你鼻子眉毛都擠到一坨了 是的 我眼睛比較像 是的 是的 你覺得他們兩個這個活動 你覺得有意思沒有嗎 我的朋友啊 當時外 性格啊 太直了 但是啊 但是他可能是想 表達他心裡的要求 他是想找個更完美一點的 他本來要求比較高 所以說我覺得 還是看他自己吧 從你的角度來做 剛才吧 女嘉賓當時你看 你做到那個邊邊的一個人 在約去 他臉上有點不高興 你覺得他有美的必要 過去給別人解釋一下 我覺得他那個是有必要的 有人因人之間啊 不管說從哪個角度 朋友外國旁邊來說 你還是要應該好好理 對吧 勾動勾動勾動 你可以自 你也可以啥子 對待事情認真 但是別個現在不曉得 你是那種性格 對 至少跟別個說清楚 而且加句話 如果下一會兒 我們還能一起待 我肯定心手心做的 是吧 說得別個心得也舒服點 可以 可以 吃吃看 切切切切 好 好 老闆 剛剛在上面呢 我聽主持人說 你剛剛說上面打拳可能 我力氣可能又中了 把他打這個 就說對不起 你剛才說對不起 因為平時我們平時 難心嘛你曉得 難心得用力等 可能是下手可能 你已經沒找到 沒分成的 那種白癡比較建議 所以我在這兒來跟他說什麼抱歉 不好意思 下次如果說 我們認識到下次有機會的話 作為普通朋友的話 我再再再再說 好嘞 隨時再一場過來 再歡迎你 好嘞 然後他後面跟我來道歉 我還是覺得 他還是基督真誠的 我就是 因為從 起節目 我也看到過你 還有就是 你之前的乾淨經理 來看的話 嗯 我覺得實際上 我覺得你是很聽你媽媽媽的話 其實基本上 那種感覺都是 他說啥子 你說同意啥子 這種的話 我覺得 不太 就是不太能夠接受 其實不是我要聽我媽媽的話 我並不是說 我是媽不爛那種 因為 那怎麼說 你這時候太孝順了 他也孝順他媽媽媽 對 因為我是不想讓父母來擔心 過多的擔心 因為他們年紀要大了 我們不可能還要去 因為某些事情 來跟他長反點 所以只能有些東西 還能隨著父母的話去做 我想大別人開始是聽說你的 你說你是結婚的 對對對 你是禮儀的 當比方如果說 你在新年度年輕開始過後 你感覺是多久 在一起多久 能適合結婚啊 那些 這個不得好說吧 看兩個人的 這種相處 不可能都是 人等一兩天 可以都結婚了 絕對不行 一個兩天 可能是不可能的 肯定是 要雙方先了解清楚 那個人的脾氣 性格 愛好都要全部了解完了 才慢慢慢慢的開始 我個人的話 都覺得一兩年吧 因為你要慢慢的熟悉 生活習慣啊 各方面啊 人啊 他不相處的 就看不出來 那些感情是要一兩年 但是做像我們那種 可能是一兩年 是不是感覺是太長了 因為我們畢竟 我們年齡是 在那七了 我們可能是 等一個久的 因為早了還是要慎重 因為畢竟之前有一段失敗了 所以還是要 深重再深重的 考量各方面嘛 這樣就都合適了 因為那是一輩子的事情 又不是高級酸 相處一年左右嘛 各方面 春夏秋冬也經歷了 看看 因為我愛好的事情 是發生有 因為我想去 加入他們那種娛樂的方式 那種娛樂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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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候我是接受的 說說那個 那個時候有能接受在期的 那個就可以了 你看啊 這馬上要到最後的選擇環節了 雙方還有沒有什麼疑問 要問對方呢 有沒有的 女嘉賓有沒有的 理由哈 其實我現在我還有點 你也在考慮 我考慮 你想還想考慮 女嘉賓呢 我也還在考慮 因為我比較擔心 就是說上幾幾個 他以往的那個感情方面嘛 比較聽他媽媽的話 就怕是媽寶蘭那種 你看得見嘛 確實很多人都說 那是媽寶蘭 就是希望自己以後 找到另一半 不是那種完全都是 聽他媽的話 不然那種婆媳關係的話 以後出去就會 黑老虎嘛 問了嘛 現在如果方便的話 打個電話給你嘛 現在媽媽也在出去刷去了 還出去旅遊去了 但是打起也跑不好等 這個女嘉賓 我覺得這樣提出來 也不是 首先這不是個很大的問題 是不是 你打個電話而已 說兩句話 然後第二個呀 你打這個電話 給個女嘉賓安心 那這個選擇可能就會不一樣哦 我試著試著打一會兒嘛 我打個車一次看著看嘛 看他那邊接不接嘛 方不方便嘛 要得呀要得 我手打過去 喂媽媽我走好 今天我在鄉親 所以說打個電話 來問一下你的意見 哎 真的呀 哎 哎 我是這個主持人 皇家弟 是弄的 今兒的母兒又來鄉親來了 然後向那個女兒來 然後啊 上去去 你也知道 估計你也看 那就是很多人來說 那個小粥是有點兒 媽寶爛 有點兒聽你的話 然後那會兒他們也要選了 那邊那個女兒來也是有點兒糾結 就是說萬一她還是 就是說聽你的話嗎 還是說那會兒就是聽她個人的 想聽點兒娘娘你的意思 嗯 我完全根據一名認青人的想法 那個嘛 那今兒就是尊重她的意見咯 哦 哦 嗯 根據一名認青人的意見 要得 哎呀 我看到我也是沒有啥子對 嗯 要得 打到的了哈 好 再見 好 今兒娘娘說的是尊重她的意見 嗯 所以說今天那個決定權就在你手上了 嗯 那這兒心頭你也沒得報復了是吧 嗯 你也把這個問題搞清楚了是吧 那現在心頭又沒得點兒決定了嗎 啊 心頭我還是有決定 有決定了哈 你呀 我也有 嗯 那能夠選擇啊 嗯 我們今天居然是 你看嘛都在路上去打了拳的是不是 嗯 其實我們就以打拳的方式 嗯 來做最後的選擇好不好 好 剛才教練兩個教練 能夠站起 對不對 兩個人都能夠對起能夠站起 嗯 哎 如果願意哈 嗯 就把那個拳回出去 哎 但是慢點哈 你不要能夠打那個打理哈 如果不願意 嗯 就又重新立正就好了 嗯 別緊張 拜託 两位做好准备 三 二 一 请选择 最多没有选择那个男嘉宾的话 我还是比较估计 因为我从事实上面来看 过往的感情经历和上期节目来看 我觉得他比较麻烦烂 因为麻烦烂以后相处就会非常麻烦 尤其是如果太过于听妈妈的话的话 迫使自己让他发生了矛盾 他不想让他衡量和处理 都会让女儿会受到比较大的一些委屈 到最后为啥我没选择女嘉宾 其实我还是不能接受她的长相 过一辈子的 过日子的 肯定要找自己喜欢的 所以说我还是选择放弃 好 今天的节目将结束 我是情感观察院飞桃 男女嘉宾最终都没有选择对方 原因是为什么呢 正如他们两位所说的 男生觉得女嘉宾的颜值不是自己喜欢的 要看一辈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开始我就没看上 我也不会看下去 能够理解 我也希望在今天回看节目的时候 我今天的点评对你有所帮助 不要有该死的胜负欲 尤其是在两性关系上 它不是一个比赛的竞技的场合 是两个人温馨的相处 要一起去奋斗 一起去搭建一个温暖港 玩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不要去把它搞成一个竞争的状态 哪怕是小游戏 也不应该这么较正 那么对于女嘉宾呢 建议就是好好导致自己 不要对不起我给你送的这个外号 本来这个外形条件是很好的 每次都打扮的 就是跟你的这个身材 非常不搭的这些穿着 实话讲 你说我们迪丽热 会颜值大折扣的 更何况是我们普通人 对吧 所以收拾打扮起来吧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对我们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扫描屏幕下 放到二维码 或者拨打人电话 8805 8805 或者来到龙湖新一城二楼 凡人有喜 线下婚恋服务中心 来进行咨询 趁着上面拳管还没关 见飞车 拜拜